陸籍快艇在下境海域捕魚作業 躲避海巡追棄 發生反覆造成兩死意外 上午加速抵達金門 下午到已經掉上岸的快艇旁邊 舉辦招混儀式 擅長莊嚴哀七 面對鏡頭以及記者提問 加速臉色凝重沉默不語 你們是來跟他們 詢問當天的情況嗎 海海巡部門 粗暴驅離福建漁民 我們強烈要求 查明事件的真相 查看事發現場完整錄像 實在沒有初暴的方式 我們是依法行政 對於越界的陸船 本來就是我們海巡署的 一個執行的本質 對於是否粗暴驅離 還迅速強調依法行政 現場氣氛一度肩拔怒張 而同一時間在金門水頭碼頭 兩名宣環陸籍漁民 完成兩次復訓 检方也同意遣返 兩人等待登船 笑得何不龍嘴 開心對鏡頭揮揮手 謝謝喔 兩餘民在陸方人員陪同下 搭乘小三通船班回家 不過在陸方人員 要求陸方簽署 海巡署遣返人員證書時 卻遭到拒絕 因為這起事件 即下海域氣氛緊張 海巡署陸委會大爭章到場 希望世界能和平落幕 記者李智隆過宣 今晚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